而说到要培养运动的好习惯呢 但您看到苗栗县军艺高中国中部 每一位新生都要学会打举拳 学校是特别办理竞赛 要增加各班级的向心力 到现在是已经有46年了 不曾间断过 也成为军艺人的第一堂震撼教育 更是学校的优良传统 军艺高中国中部举拳比赛 各班使出浑身解数 套路包括天地形 坦军形 同学们必须手机招式 而每一个动作还要确实到位 更要注意是否整齐花衣 你们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练习 我们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是很多捷克老师都 就是帮助我们 就是让我们知识变得更正确 然后还有很多体育老师 也会来矫正我们 那你有没有觉得说 其实打了这套拳 自己的体力上也会增加 有 因为它可能是必须要有出力 然后它就会 可能是让你的身体比较健康类似的 为了争取最高荣誉 同学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 加紧练习 军艺高中国中部 从民国六十四年开始 举办举拳道比赛 四十多年的传统 从未间断过 我们之前少年讲说 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那所以我们往回推 结果到今年为止 已经第四十六年 都没有间断过 所以我就觉得 哇 原来是这么久 都有 所以已经变成我们需要一个特色 那相对的可能就是 军艺毕业的校友 可能就会有共同回忆 培养运动好习惯 学校推动SH150运动健康 每个礼拜运动至少150分钟以上 用体育课时间 那体育课时间的话 他顺便说 最起碰有个比赛方式的话 让孩子的学习过程会更有成效 所以说就再加个比赛这样子 利用这机会让孩子知道说 你平时还就运动 让养人习惯 然后对身体会更有帮助 对你读书 对做事会更有好处 这套举拳 不但成为军艺人的第一堂震撼教育 40多年来 早已成为许多校友的回忆 更希望借由运动 培育出学生自行热观的精神